大家好,我们这集介绍一下中线大师的底部支撑 首先打开软件,我们找到常用窗口里面的中线大师 点击进去,它主要是有包括底部支撑和量价提升两种选股方案 我们这次单组介绍一下底部支撑 点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入选港股或者美股 或者两个都选择上 我们可以看到呢,最近期的近三天、五天、十天 近一个月和近两个月所有入选了底部支撑的一些港美股情况 其中也不乏一些不错的升幅的港股 比如说协城集团、绿城中国等等 旁边有一个小问号,我们点击进去 可以看到呢,底部支撑的一个方案的一个详情说明 该方案选出的股票一般是震荡调整之后 形成了有力的底部支撑 趋势向上适合做中线的波段 遇到相抵时可止盈 跌破相抵时可及时退出 选股条件 发财指标出现买入信号 中线操作处于上涨趋势 相抵有支撑 当天的股价涨幅要大于-1% 我们点进去一个看看 比如说协城、中国 我们把相应的组指标一个个调试出来 当时是6月21号入选了 入选的话呢 会以一个黄色的三角形标记出来 当天入选的一个价格 大概是175左右 后续涨到了247元 它利用到了有相抵指标 我们点击相抵 这个时候呢 股价处于相抵的底部边缘 止损位会以相抵底部边缘作为止损 一般到相抵顶的时候 考虑不出 第二课用到的指标 是罢财指标 我们点击进去 这个时候会在图面上出现了一个曲线 它有一些以绿色型号 代表着一些可能的买入信号 而当时呢 同时在相抵底部的时候 也是出现了一个绿色的买入信号 我们看第二只绿城中国 绿城中国呢 在6月15号 当时也是有入选了 这个中线大师的底部支撑 股价也刚好在相抵的底部 大财指标呢 处于一个绿色的买入信号 其后呢 由12.5左右 一直上涨到17.4左右 到得了相抵底部 而中途间呢 一直都没有触及这个止损价 好了 这集关于如何使用中线大师 寻找底部支撑的股票 介绍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